大家好,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好,那我們要看這一個字 這個語跟下一個字連關起來 這種經常這樣 那語字在前面我們有介紹過一次 但是當時比較沒有完整性的介紹 我們在這裡比較完整的再介紹一次 每個階段搞不好還會再碰到這個字 但是我們可能就會有不同的一種去解釋 去敘述 那當然如果有新的想法體材來介紹 讓大家多熟悉一下 好,語字的楷書的寫法 我在這邊寫一下新楷書 一般的筆順大概是這個樣子 有興趣寫硬筆的 大概練到這邊就可以 好,那我們本來這是一個直的 當然有時候經常寫著橫畫 也是有的 不要太被所謂的標準 凱書或者去所綁住了 好,大概是這樣 為了空間上的配置 可能這樣會比較好 好,那再來就是 比較行書的寫法 就是省略,開始省略 那開始省略就不是這一筆 也是有啦 就會這裡一書 然後這一點 一點直接下來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 用勾上去 那兩點就連貫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在敘述的東西 首先呢這一書在這裡 這一點之後 然後這裡代表這兩點 好,再來中間這裡 我說一個點上來 好,再來這兩點連續性 帶過來 好,盡量可以做出這種代筆動作 兩點 一般行書或者比較草 都是這樣,比較 比較多這樣,比較少這樣撇 好 好,所以我們繼續看 下一個變形 好 好,再來這個變形呢 這語字 好,我們 把這一個 已經很接近這 但是右邊還沒有省略到 只有一個過去 會變成 右邊再繞一下 然後這裡也變成一束的意思 好,來看一下 好,這長短是可以搭配 有時候是長變短都有 但是比較多這樣變越來越長 好,就像這一個字一樣 好,那再來這裡 直接上來了 好,但是這邊還是繞一圈 好,兩點 可以這樣連起來 好,這是沒問題的 好,再來繼續看接下來的變 就是我們招夢符這個字了 這個字呢 好,當然它有一點 好,就是寫快 位置 並不是很規矩 好,這裡繞過來 右邊這裡就直接過來了 好,它是這樣重輕重 帶過來 這裡就少了這一筆 好,然後再來有沒有更簡單 當然有 反正這個字 大概不會有太大的 跟其他的草書有什麼重疊性 所以大家就越寫越省 就是這兩束就變一束的意思 然後這右邊就保持這樣 反正就越來越簡單 大概這個樣子 好 那有沒有更簡單 當然有 就是要保存裡面這個東西了 好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提過 那種的變化 就不寫了 好,最簡單的寫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點 當然 當然也有其他的 就不去提了 大概是這樣 好 最簡單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毛筆 寫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潤一下筆 筆都乾掉了 來 那 剛剛已經看過硬筆的寫法 這時候我再用毛筆示範一次 這個筆 筆 這個字的途徑大概之大 但是現在用毛筆 會更 能夠表現出他的輕重出來 好 帶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 搭配的看 帶過來 輕重 帶上去 擺動 重輕 這樣子 好 記住手要柔軟一點